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其實週末到了 所以你可以花一點時間來研究一下 在這個暑假你到底要不要出國玩 不過在你想之前 我們要先跟您報告 國際線的機票恐怕很難回到 過去那些比較便宜的時光 縱然來看一下這份數據 2024年全球旅客人數 其實現在已經被預估 可以達到了49.6億人次 已經是完全超越了預期的水平 但是機票還是漲得很誇張 就在今年前四個月跟2019年相比 旅客也是多了兩成之多 但是機票還是漲 為什麼呢 兩大原因 一來缺飛機 二來缺油 為什麼會缺飛機呢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波音737 MAX 9 發生了客機艙門脫落的事故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聯邦航空局就說了 接下來的時間不允許波音 擴大生產這個737 MAX的宅體飛機 本來這個宅體飛機 還號稱是波音公司的搖錢術 今年前四個月已經交付了82架 但是算一算到現在 已經比歷年減少交付了40% 偏偏這個時候 就連空中巴士 他們都遇到了人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整體的產能拉不上來 所以當飛機的數量拉不上來 人力資源就會碰到了很大的調整 為什麼這麼說呢 很多飛機開始 航空公司沒有飛機可以飛 所以也不會有太多的航線航班 這也因此很多的機師 他們現在是被迫停飛 甚至是放無星價 這當然就也會連帶 影響到機票的價格 根據一間統計公司 今天統計公司 叫做QuickFactSet的統計 全球跟波音有關的供應鏈 其實在美國有132家 澳洲23家 中國21家 就連日本都有150家 這也因此影響範圍之大 也導致我們如果真的想要 買過去這種便宜的機票 恐怕還得再等等 因此在這個暑假 你要不要預期 最未來的時間 要到其他國家去玩 或許你真的還可以再演繹演繹